各位同學 今天Missy有點慶慶 因為去了火車站問一些事 受課員的態度差勁 也都最近聽到你們很多時候來巴黎玩 給我一個feedback 就說有人偷東西 又說有些態度是不好 你們都問過我好幾次 覺得究竟在法國有沒有對亞洲人的種族歧視 回答你們這個問題 講我對於這個題目的想法之前 都教你這個字 今天教你這個比較長緻的字 也挺難的 Condescendance 我阿公就會講 公 Condescendance Condescendance 任當的當 跟著是S Condesce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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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descendance是什麼呢 那種 即是 我用腳去撿拔拔拔拔 不好意思 即是 覺得自己高高在上 你就是低一級 少少是白甲眼 少少是 高鬥的意思 Condescendance 總之就是 許高級 你低級 那好了 一路回答你們這個問題 一路展示一下我其他東西 那 有些書想介紹給大家 正所謂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我不應該這麼說 總之 這兩本是什麼書呢 其實不是書 其實是 Tada 是這個Pretty Badu 這個 這個很出名的童裝 他們都有做大人的東西 那我就很喜歡 穿它的 Under 因為它的棉質是OK的 雖然這幾年來 都已經搬了去大陸 即是都是Made in China 但是那個棉質 我覺得 比你一般買棉質的底褲都還好 那這本大本的呢 就是 這個呢 他們不知道說什麼 一百 一百年 一百年紀念版 紀念版 都很可愛 都很可愛 那我就說回剛剛的話題 我覺得呢 法國人呢 其實 整體來說呢 你不可以說 他是種族歧視的 尤其是我自己 在小的村 就是小的省長大 那我自己曾經 就是小時候 都受到他們很多幫助啊 甚至是 學校也都幫到我拿居留啊 那樣 所以我又不可以說呢 法國人是 對外國人很排斥 我又不可以這麼說 但是呢 來了巴黎拉 一邊做事了 就開始發覺到呢 原來身邊呢 你會見到 做高層那些呢 就真的很少會是 黑人啊 阿拉伯人啊 或者是更加沒有什麼亞洲人的 那然後呢 平時生活上呢 我亦都發覺到呢 所有法國人 當他見到一個黃種人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很認真地對待他 就是他又不會說對他沒有禮貌 但他不是特別認真地對待他 那這件事呢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那個 就是覺得我們呢 就是高高在上 你呢 都是似一等 就是那種階級的那種觀念 那好吧 那另外呢 我都覺得好笑 其實呢 之前呢 發覺都有一大單東西 就是有一個洞督笑明星 那他呢 就 做了一個節目 那笑一些亞洲人 笑黃種人 笑中國人 那就是又黏膠紙啊 又不知道兩撇的鬍啊 低低難民那些 那他呢 那他之後呢 還在網上呢 還笑另外一個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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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馬箭啊 那樣的 那他斥著自己的紅 就 叫自己的粉絲 就是 類似的粉絲 去罵那個女生 總而不知道這件事 是罵到很大的 那 那 那令到呢 這一年來呢 就有一個 就是 awareness 就是 哦原來呢 在法國的亞洲人 尤其是是土生土長 在這裏出生的那些 就是不關我的事了 那就是覺得呢 始終法國人呢 都還未當他們真正法國人 即使是在這裏出生 那樣 那但是都好笑喔 其實這個 董督笑的明星呢 就 就 就是 不是太看得起 我們 華人圈子 那 那但是最後呢 都 可能 都有一些 傳媒壓力啦 還有 因為 有些亞洲人的組織呢 就寫信 去到美國 Netflix那裏 那裏呢 就說呢 要將他的show呢 cancel 那這樣 即是燒到埋身 他才賭協 那 最好笑呢 就是這個人呢 他竟然呢 就好像說 今年年尾 還會來香港演出 那我覺得他都頗厚面皮 那 Anyway 那就好啦 其實我自己對法國 都有一個情意結的 我覺得 法國給我的 受益很多啦 給我的 教育啦 給我的 舒適的 居住環境啦 還有一個好的 Fashion Sense啦 那 那但是同時間呢 如果你真的在法國生活 還有做事呢 你會發覺呢 你去到某一個階層呢 你就再去不了了 他又不 永遠都不會再給你更多的power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公地上當司啦 那足不足夠 可以讓我們說 他們對亞洲人是有歧視呢 或者種族歧視呢 那這個就是見仁見智啦 看你那個胸襟有多廣 有多闊 有些人呢 或者是否信佛的呢 就是心胸廣闊很多 我自己呢 就看時間 就是看心情 如果那天打扮得漂亮呢 我心胸都可以挺廣闊的 OK 那希望在香港的朋友呢 就來法國玩 都會有一個開心的 的經驗啦 OK 那看看下次有什麼話題 或者新的東西 再跟你介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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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